现在是一个网络的时代 好多人自己做的视频都放到网上 可是发现没什么人看 这些人不是觉得自己有待遇提高 他觉得是观众有问题 当然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不不 我也是差点这么想的 差点把实话给说出 我们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们自我感觉太良好 而是因为我们想把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 你有过这种经历吧 比如说 你看了一部好电影 你就会跟你的朋友说 哎呦那电影真好看 你一定得去看 你刚从一个地方旅游回来 你就会跟别人说 哎呦那个地方真美 你一定得去一趟 你刚结婚 你的先生又体贴又能赚钱 你就跟你的闺蜜说 哎呦我先生真好 你一定得远点 再躲远点 我是说呀 我们是想把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 当然不是跟所有的人 比如说 我的频道是讲心理学的 我就觉得在生活中对大家特别的使用 我就希望能有好多好多好多人都看 那我顺便不就可以成为网红了吗 有一天啊 我做了一个关于怎么通过电机实验 了解人性的这么一个视频 有一个观众在我的下面留言说 你做的这个跟有一个叫小莫的 讲得很像 我跟他讲得像 他跟我讲得像还差不多 我就有点好奇 这谁呀 能跟我的水准这么高 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没有什么小莫 但是有一个老高于小莫 这俩啊 要么就一块看 要么就别看 我说 我买东西碰见过 买一送一的 我这看视频头一回碰见 这么强买强卖的 没办法 我点进去一看呢 三百多万订阅粉丝 看这话筒还挺够不结实的呢 其实我没用多大劲 我看了一下 我不服 我就是不服 先看他们那背景 多普通啊 就是沙发墙 看我这背景 富有诗书 再看我 讲的内容 我都得经过非常认真的审核 以确保我讲内容的准确性 再看他们 就是聊大天啊 而且越是玄虚 越受人质疑 你看里面那小莫 总是问 真的吗 他讲的内容 越不可捉摸 越有吸引力 但是我还是强迫自己看了他们两个视频 不是因为我对虚幻片感兴趣 而是因为我想看看他们跟我的差距到底在哪 结果我发现还挺好看的 挺上瘾的 于是我受了启发 我想我也可以把我的视频做的更有意思一些呀 比如说加一些笑话 我以前之所以没那么做 是因为我想给那些个宋小宝啊 李雪芹啊 留口饭吃 你说本来我已经是讲心理学了 我在进军娱乐界 我是双腔啊 他们哪干得过我呀 有人说呀 我是嫉妒那些个比我做的大的 比我火的 我对此非常的反感 我就是有点狐狸吃不知道葡萄 说葡萄是酸的 可是我是一只上进的狐狸 那个说葡萄酸的狐狸啊 他是为自己放弃找一个借口 可是我不是啊 我是在想各种办法 受到启发 来提高自己这些视频的质量 有一本书叫做 Think and Grow Rich 中文翻译成致富思考 里面的很多观点 我不推崇 但是有一点对我非常有价值 他说 如果当你做一件事情 怎么努力也没有进展的时候 并不是你的能力有限 而是你做这件事情的方法有问题 他是在告诉你 你要改进你的方法了 要创新了 成功的人士之所以成功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他们做事情非常的专注 你听说过居里夫人 一边开车一边发短信的吗 不是这种专注 我这说的专注是 当一个人想追求他的目标的时候 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遇到人生各种不如意 他还能够非常专注的 关注自己要追求的目标 就拿居里夫人来说吧 他当时还没有结婚之前 他是一个少女的时候 想上大学 但是在波兰上不了大学 因为所有的大学都不要女生 居里夫人没有把他的脑子 放在哎呀这下我这一辈子算完了 全国都不要女生 而是我怎么才能够上大学呢 他发现啊欧洲的国家 比如说法国要女生 哎 这下就好了啊 可以出国留学 但是还是上不了 怎么回事呢 法国不是要女生吗 法国的大学不仅要女生 还要学费 居里夫人没有钱呢 居里夫人还是没有放弃 他脑子里关注的不是 没钱呢 没办法了 而是我怎么才能有钱 他是多聪明的一个人呢 通过他的深思熟虑 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就是找个工作赚钱 可是那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赚到的 怎么可以最快的赚到钱呢 他就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 因为居里夫人的姐姐也想去法国留学 他就跟他姐姐商量说 这样我先在波兰赚钱 供你 你出去呢 在那安顿好了之后 然后我再出去 你在那边有钱有收入了 哎 你在支持我 最后就按照这个办法 居里夫人到法国去留学了 碰见了居里先生 结婚了 一起做研究 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这时候他的梦想成真了 但是另外一件 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 居里先生突然出车祸去世了 居里夫人在面临着 人生这么大的打击 他专注的不是 生活中的这些个苦难 这些个不幸 他脑子里想的是 我怎么一个人 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实现我们两个人曾经有的梦想 在居里先生去世五年之后 他一个人第二次又获得了诺贝尔奖 当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如果你脑子里想的都是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这事肯定也做不成了 但是如果你脑子里关注的是 我怎么可以把这个不行的变成行 我怎么把这个没有的变成有 这事最后就成了 如果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天时地利人和 万事俱备了 那还要你干什么呢 谢谢大家的时间 如果觉得我的频道有价值 欢迎点赞订阅跟朋友分享 再见 再见